徐某啊 他是世界上最笨的一个嫌疑犯 他不单单呢 是一炮三响 他是一炮排击炮的 一炮可能十五响 徐某呢 基本上就是小孩子一个 就是跑到海边 去玩沙子 那个层次的人 是非常不可取的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事情 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缓和了 国家与国家级别的 这个逃犯交换条例 重新实行了 所有的外逃人士 都将被逮捕回香港归案 bottom 走入走 重新存 首先 我атели 有 uns 你确定被人老大扜走? creep 有啊,城寨 我们要看他这个案子的严重性 四个案子有四组不同的控罪 如果是成功检控而定罪之后 就有四个不同的刑期 而这个四个不同的刑期 又不可以同期执行 因为时间地点人物罪行都不一样 所以第一点关注点 就是四组的可能入狱的刑期 他比较严重的一个案子 就是妨碍司法公正 那妨碍司法公正的话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控罪 这个我们看以前的类似的案例 这么严重的案情 我们估计如果是定罪而判刑的话 第二个亮点就是他的判刑的期限 我们是以连做单位的 一年 两年 甚至是三年 我们再加上他其他三个案子 在立法会扔臭水袋 各个方面的加起来的话 好几年 要好几年 所以我会觉得 徐某作为一个 应该让全香港都很尊敬的 一个社会的人士 把自己领尽了一个深渊 徐某四宗案子 九宗罪 但是在这个阶段 因为我们还没有经过 刑事法院的审理 他是嫌疑犯 他妻后过一段时间 他可以用他的熊涛武略 去看看可不可以把这个案子 给他打掉 但是不用审 最沉的第十条 就是气宝潜逃 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经过 法院的审理 在这个证据 事实的基础上面 他现在已经背负了一条 肯定会入罪的气宝潜逃 气宝潜逃 我们要看清楚 在徐某的这个案子里面 是相当严重的 他气宝潜逃 不是气宝一个案子 他气宝潜逃 是气宝了四个案子 而且再加上他个人的社会地位 他所牵涉的案情方面 把这个气宝潜逃的 这个控罪的严重性 是大大的提高 那会结果会什么呢 结果就是说 他会在这个针对 第十项控罪 他百分之九十九会坐牢的 而这个坐牢会跟其他可能有的 这个控罪会分歧执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的保释金会被冲攻 这是第二点 而第三点 他这个气宝潜逃 已经是事实证明 他完全没有悔意 那没有悔意的一个人 在将来 如果是他在香港出现 而被香港法院定罪之后 没有悔意这件事情 可能会让他给他带来 额外的一些坐牢的时间 那是非常非常不可取的 那你会问一个问题 他有第十条 会不会有第十一条罪呢 我慢慢告诉你 他是说要气象论坛 我们如果可以考证到 这个气象论坛 如果是一个幌子的话 他所提供给 七十二小时之前 提供给警察的这些 气候论坛的资料 就是虚假的资料 那第十一条呢 可能就会牵涉到叫做 使用虚假文书 我们要看看那个文书 文书是不是丹麦 是不是外国的那些人 是做出来给他的 还是这个许某 在香港自己电脑里面 打印出来的 如果是许某 有证据证明 许某的这个天气的论坛的 这些相关资料 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除了使用虚假文书 还有制造虚假文书 而这个天气论坛 是一个外国的 一个国家的 立法机构的人员 和这个许某一起串通 而达成了一个 所谓的保释申请条件的话 我们又有第十五条 叫做串谋 把香港的疑犯带离 香港的管辖区 他在离港之前 他有在网上面呢 做了一个众筹 所牵涉到的应该是 三百五十万的现金 那如果他动用了 这三百五十万现金 而以一个叫做银行的 这个直接转账 他会牵涉到 可能的刑事控制 叫洗黑钱 这三百五十万的现金 在香港 如果有通过任何第三者的 银行的渠道 而最终汇出香港的话 那帮许某转账的这个人 也会有可能会叫做 串谋洗黑钱 最重要而且最 严重的一个亮点 徐某 在逃离香港之后 他摆明了鞠马 他把这个棋盘都打好了 他说他要什么 他要继续抗争 他忽略了 他忽略了 他的一些帮助 他的一些人的身份 是外国的立法院的成员 他现在周游列国呢 而是要再继续他的 反中乱港的这个工作 第十八条 也是他这一系列 可能会受到的 这个控罪的话呢 违反香港国安法 那我们的国安法的 最高的 的这个刑罚 是终身监禁啊 所以呢 我对这个徐某 捏了一把汗呢 他可能呢 会在香港的监狱 度过他的余生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在 法律的可能性 触犯香港刑罚的 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 这个徐某啊 他是世界上最笨的一个 一个嫌疑犯 他不单单呢 是一炮三响 他是一炮排击炮的 一炮可能十五响 徐某呢 基本上就是 小孩子一个 就是跑到海边啊 去玩沙子 的那个 那个层次的人 是非常不可取的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事情 我们所现在 所谈论的问题 其实已经不是 我们香港内部的 一个 法律的一个 分支刑法上面 发生了一些问题 国家与国家 有一个叫做 逃犯 移交条例 现在呢 我们这个国家的崛起 可能在国际上面呢 会有个别的 他国呢 对我们的中国呢 会说三道四啊 暂时停止了 国家级别的 逃犯 移交条例 国家与国家之间 关系缓和了 国家与国家级别的 这个逃犯 交换条例 重新实行了 所有的外逃人士 都将被逮捕 回香港归案 许志峰 他在这一次 替保全逃的案子中呢 他是做错了 而他做错了 这件事情呢 他所向社会 发出的一些信息 他是非常坏的信息 他做出了一个 错误的决定 我希望 所有的年轻的 香港的新一代呢 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要明辨是非 而不要像 那个 自我毁灭的 这个方向 在向前 走任何的一步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 多多留言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